台湾科學家檢驗出了 南極企鵝檢體內 含有帶凹性的有機污染物 整個食物鏈 受到這些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累積的關係 因為企鵝吃它裡面的魚 人類其實在那邊有很多的活動 它等等的其實它會影響到整個食物鏈 它會影響到那邊生物的族群的數量 絕景年代是需要你和我一起來的 計Box 先進去